是可以形容的 那这个是一种累积 积累之量 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你自然有福报 自然有智慧 自然有悲心 这没办法 谁去假装呢 骗不了太久了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 时时刻刻各位最好 每天就像手包玩在一切一样 外以八支内以六念 还要保持一个养成那个习惯 所以艺人有艺人的味道 对不对 所以不管他做什么行业 因为他熏悉久了 这个叫习性 所以菩萨不能有个性 不能有习性 如果你有个性习性太大 你没有修 从一开始到后来 都是这个习性的话 都是那个动作的话 都是那个讲话的语气的话 犯同样的过失的话 那这跟出家在家没关系 因为佛法对你没用 就像世间人说 你怎么还在疼 你没吃油啊 没消炎啊 因为你的内心里面 还是那个状态 所以你就必须打重点 冲胖子 我出家比你久 我拜佛比你久 你必须强调自己这些 那代表你没有修行 所以我师父说 不要告诉人家 你修行几年 出家几年 因为你要讲这个的时候 那就代表你要 提升你自己 自占 甚至你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毁他 做生意还不得不如此 对不对 做生意是一种私利的动机 骗也要把对方骗好 因为你才可以赚到这个钱 但是我们佛教徒 不能用世间的方法 一切随缘 就像有人 有一次在批评我 海道法师 你为什么 带着上面都你的相片 另外一位法师 我都静静了 我也不太会解释 我说随缘嘛 因为可能就是 他们喜欢嘛 另外一位法师说 人家是自然的 你要批评人家 我说你讲的 还有一点道理 海道法师有名 人家不是追求来的 人家是自然的 那有些人 你必须要打广告 那也没办法 当然我都会接受批评 到底我是自然的 还是我是攀远来的 这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 如果我是攀远来的 我的动机是为什么 那你要去评估啊 所以我想各位 要时时刻刻用法来 管你自己的心 那如果你管不了你自己 你一定要请别人管你 不然你就会放映 所以各位一定要 一定要有佛菩萨管你 一定要有上师法师管你 如果你没有 我就发现很可怜 所以我经常 我有跟很多修行人 不分在家出家做 你师父是谁啊 那你对师父的看法 你是依止他 什么叫皈依呢 就是把整个身心生命 依止三宝的教戒 那你要这样去做 那你就不会有烦恼吸气的问题 就像我们守宝万载界 乖乖的守戒 按照六念法去修 而且真实很认真 点灯也好 供水也好 你已经养成很认真的习惯 我发觉很多人不容易 他就不认真 然后他就在那边 我有事情 反正我有很多事情 他永远不专心 因为他永远没有一样事情专心 你要念你就认真念 你要忙你就可以忙 你不能把两个事情放在一起 特别一宫菩萨 我常给他讲 不专心 那对你没帮助 因为我们大家在进步 你个人没进步 那很可惜 所以一定要很认真 从你的身心表达出来 你在进步 写字在进步 做事在进步 待人处事在进步 智慧心态在进步 因为你很认真 如果你没有很认真 比如说各位坐在这边 你是为了等一下跟我借钱 还是我们摄影机拍到你 你就坐前面一点 你从来就没有用 因为你的动机是错的 如果你的动机是 我是来听法的 我要来实践的 那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 因为你一开始动机错 那就会全盘都没有用 所以这一点你要一直分析你自己 到底你是为 为什么 所以世间人他有他私人的动机 他必须要这么做 那佛教的动机呢 他叫我们要调伏自己 消化自我 要有空性 要有平等的悲心 要有承担 你来参加法卫 这现场所有人的生死老病死责任 现实的福报 都要靠你了 你要承担 就像跟我们刚刚供养舍他钱 人家问我 为什么你要供养舍他钱 我说我每一个都供养 但是既然我要供养 他们的所有的上上下下 都是我的责任 从生到死 从吃饭到走路 都是我个人的责任 这样而已 你要有这个承担的心态 不管你去护持谁 不管你去做什么 你照顾一个护身员 或是各位 你把鸡放在这边 你把羊放在这边 那各位你要承担 那你才得到整个护身员的功德 你不是说 我把鸡放在这边 哦 然后就随起 我做了这些 我很高兴 我有功德 那是你得到的功德 那是什么 但是你把整个护身员 都成为你的 放在你心里面 虽然我们没这么多钱 要靠了大家的力量 但是你的心态是圆满的 不是跟那些鸡玩一玩 那些羊玩一玩就跑掉了 跟那些狗玩一玩就跑掉了 那这样对你来讲 帮助就不大 所以你要整个的 一己一切 比如说我早上讲 对你妈妈怎么样 对你父亲怎么样 对你左爱的那只狗怎么样 你要对所有的众生都平等 那还有一点道理 代表你真实发起菩提心了 所以最近有人跟我说 他家宠物生病 我第一个就问他 你是让他吃肉还吃树 吃肉呢 没办法了 他保证他生病 所以那没办法了 因为你没有悲心 就很难谈真理 所以我都给他们讲 我们都做树的给人家吃 这样减低他一点点生病 也不见得说他吃树就不会生病了 至少他就比较少一点点痛苦 那你给他吃肉你不平等 你对你狗那么好 对你的宠物那么好 但是你为什么 对被他吃的不好 所以佛陀就跟我们讲 因为你吃了肉 你就保证没有悲心 连种子都没有 那没有悲心就不是佛法了 那不是佛法就要小心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不见得吃树就代表好 对不对 吃树只是一个 至少一个表现 一个愿意关心众生的一个表现 真正的表现是在你内心里面 是不是去利用众生 就像我是出家人 我经常问自己 我会不会去利用信徒 来满足我的生活上的 或知名度的学 我必须一直提醒这个 但是事实上这个末法 你会看到很多出家人修行 他是为了利用信徒 信徒成为他的工具 给我钱 给我知名度 然后呢 让我的庙越大 让我的知名度越高 就像一个医生 就像我没喜欢去跑监狱 典狱长跟我说 同样是出家人到监狱 有些是利用我们监狱 在外面打他的知名度 甚至用这个来募款 他就不欢迎 哎呦 他跟我讲得很直哦 他问我是不是这种人 那我说 我没有这个想法 那典狱长好好观察 典狱长你这个观察是对的 我随起你 因为对监狱里面受刑人 你不能跟他玩假的 对他们也没帮助 如果你跟他玩假的 还跟他们一起卖毒 还一直想办法怎么办 那也不行 那有些人是玩感情 那也不行 那特别只关心某一个 在监狱里面某几个人 然后跟他家里联络 这个也不行 这个会弄出问题来的 虽然你没有坏心 但是你有一种执着也不行 所以我想我们修行 各位要时时刻刻 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一直检讨你的心态 那心态错 可以错一次 不能再错第二次 再来你再错 那你就不可能改了 你说什么 没效啊 这些没求啊 没法度啊 求感啊 如果我们一个人修行 被抛弃了 那很可怜 所以我经常问人家 你有师父吗 那你师父是谁呢 你又没有依教奉行啊 对不对 你不能说这个世界没师父啊 那你师父对你严格吗 你又没有依教奉行啊 因为没有依教奉行 那当然你要调伏我子就很困难 因为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想法 来解释佛法 来解释世间的 那就不对 所以偏偏佛教要我们消除我子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想法 你只能用佛陀的 用经典的 用善知识的 这种空性大悲 来处理事情 来面对事情 虽然我们按照佛法 但是因缘上还是要随缘 也不见到佛法就会让你 我一切过得很好 都不用生病 都没有障碍 不可能的 就像我们小小一个放生 各位障碍大不大 很简单的道理 你要做阉供 人家也可以打电话 叫警察来 你要念经念很大声 人家也告你 有些问题 你不能说我念经 住我隔壁 他谢谢我 他就给我告警察 你讲这个话 你就不懂世间法 这个是末法 这边又不是极乐世界 你做对了 人家还要误会你 但是你能够理解 不会怪对方 你要尊敬尊重对方的感受 所以这一点 就像我在讲话一样 我在讲话一分钟一分钟 七分钟七分钟 我自己都要算好 我不能说 想讲就讲久一点 不想讲就不讲 看情况 这个时候各位还蛮专心的 没什么太阳 没几个在睡觉 赶快讲 等下太阳来了 又开始打喝水 赶快做烟共 而不是说像有些人 你跟他聊天 好 你又不挂掉 好 就要把他切掉 话讲太多 三句话就好了 他要讲十句话 很多说 讲话没有 水龙头都不关的 所以各位这个你要分析 什么时间 最恰当的点 做什么事情 你要一直 你要成为一个 非常有能力的人 别人看你就知道 特别你要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你整个比做总统 还有能力 总统就是 总统一切 对不对 那不是同理大众 所以你要做一个菩萨 菩萨就是要同理大众 增加你的影响力 那你这些美美嘎嘎 这很多的善巧方便 你的观察力要很细 如果你平常会发作 会生气的 平常太保守的 孤僻的 那你都没办法 因为孤僻也是一种个性 我不喜欢 我喜欢 那都是在我的范围 做个菩萨就是 随顺对方 你一下 横顺众生 对对 记住 横顺众生 对方需要什么 对方想什么 在什么时机 做什么事情 然后对方就会感受到 跟你在一起 没有压力 我们跟他谈 只有佛法 不是压力 人要做到被欢迎 而不是说 哇 海盗法师又来了 我应付他一下 给麻烦 给啰嗦 因为海盗法师来了 所以我每次去到别人的地方 我每天都在跑别人的地方 我一直很耿耿 你看我再两天 我绝对不带三天 我明明知道你已经有一点厌烦了 我就说 有人找我 明明我没事干 一个人坐在那边等 我也不愿意让你 多一分钟麻烦 这一点你要会拿捏得很好 以前年轻在交朋友 对方已经 一听就知道 对方对我没意思的 我马上主动 阿弥陀佛走了 你不要再跟他讲烦了 明天我们继续约会 人家已经很烦你了 你还约什么会 这些各位你不会观察 那你就会很痛苦 你不爱我 当初你说你很爱我 废话 人家你还对方讲难听的 说我就是很恨你 你要知难而退 所以各位这种叫他心通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 虽然我没有干扰对方 但是你的行驻坐 我干扰对方 对吗 就像各位有时候坐在那边 有时候你到前面看 有些人的脚开开 你干嘛 那有些翘着二郎腿 人家在摄影机内 你翘二郎腿 穿个海青翘二郎腿 恩怨有些是功德主 功德主就叫他坐前面 他就翘二郎腿 讲到佛法他就睡觉 希望他起来讲话 他精神才赖 那这种情况 就是他不了解佛法 不了解佛法 那你叫他坐在最前面 那就是伤害他 因为他不懂佛教 他书放哪里他知道 他脚怎么翘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 他还在讲电话 讲得比我大声 因为讲电话要大声 所以这个就知道 这个人没有在修行 有礼貌的 电话来了 不得不赶快跑到后面去 这个也对他不好 但是有时候他真的有急事 想到原告 感谢观看